政府宣布下个月将为牛车水的商家、餐饮业者和在内医区送外卖的送餐员进行免费冠病检测 大部分受访商家对这项计划表示欢迎 不过也有店主认为应该提早进行检测 来看记者蔡静凯的报道 午餐时间,牛车水使密斯街出现人潮 有商家表示,生意量在一两个星期前开始回弹 人流量预计将随着农历新年的到来而增加 因此政府计划在下个月8号和9号为这些商家和工作人员进行聚合煤炼反应检测 大部分牛车水的受访店主对政府的这项冠病检测措施表示欢迎 认为可以起到防疫的作用 不过也有一些摊分认为应该提早进行检测 这样也会帮到我们的生意 因为我们生意就是要人养来 人怕的时候就不敢来 所以有这个SOAP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initiative 我觉得应该政府提早先做好这个设备 因为现在都已经很多人了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意见 有开始好过没开始嘛,对不对 那去年开始不是更好,是不是这样说 因为我本身有一点敏感 那个,我一东西一摄进去 我就啊气啊气,不可以呼吸了 所以你会想要去检测吗 如果政府需要,我们当然一定要去配合啦 牛车水商联会表示 会着手向商家和摊贩解释 冠病检测的重要性 和提供设备和人员来确保检测工作顺利进行 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跟卫生部介绍说 要应该怎么实行 什么时间,要怎么安排 那我们会很细心的跟政府一起配合 可以完成这个检测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庆凯报道